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16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私下交流的视频被罕见曝光 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习近平 在不是正经危坐的情况下 日常是如何与其他领导人交流的 在视频中可以清晰听到习近平对特鲁多说 两人前一天私下讨论的内容 都被加拿大人泄露给了媒体 并说这样做不合适 习近平还说 而且我们也不是那样讲的对吗 如果有诚心 咱们就互相尊重的态度来进行谈话 否则这个结果可就不好说了 一起来看一下这则视频 CTV国家新闻的一名记者 发布到了社交平台推特上面 而令习近平不满的被泄露的讨论内容 应该是指两人本周二 在峰会间隙进行的 约10分钟的面对面的交谈 消息人士当时透露给媒体 特鲁多在这次交谈中 向习近平提起中国在加拿大进行的干预活动 加拿大媒体本月曾经报道 加拿大的情报部门怀疑中国干预了2019年的选举 以及怀疑加拿大电力生产商的一名员工 成为了中国间谍 试图为中国窃取商业机密 对于这些干预活动 特鲁多在周二向习近平表达了担忧 自从2018年华为高管孟晚舟被拘留加拿大之后 中加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孟晚舟被释放之后 加拿大以国家安全为由 在今年5月禁止使用华为的5G设备 同时 加拿大政府还准备推出印太战略 该战略主旨是在人权方面继续挑战中国 但同时在气候变化等其他有共同利益的领域 寻求与中国的合作 而特鲁多与习近平上一次举行正式会晤 还是在2019年的大阪G20峰会 另外 关于本周一历史性的习近平与拜登的对话 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了更多 习拜会的幕后以及会议中的细节多有意思 《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官员透露 其实在佩洛西访台之后 美中官员从今年9月起 就一直在通过平凡的视频和电话进行沟通 为两国元首的会面奠定基础 官员透露 这些交流从9月一直持续到习拜会的当天 就在习拜会的前一天 中美两国的高官还在巴厘岛的酒店内进行了一场会谈 会谈一直谈到本周一习拜会当天的凌晨3点 在中美关系恶化的情况下 美国官员透露 美国一直希望能够将美中关系恢复到2012年 拜登担任美国副总统 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时候 那种广泛的面对面的会谈 中美官员透露 拜登与习近平在今年7月举行视频会谈之后 就已经指示双方团队要探讨面对面交流的可能性 但是后来佩洛西在今年8月进行访台 导致后来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官员在与中国官员接触时 经常被一读不回 美国官员承认佩洛西访台之后 美中关系恶化带来的影响是广泛的 北京还关闭了中美在气候变化 经济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双边接触 不过这种僵局在9月份逐渐好转 拜登的特别助理兼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 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 今年9月在纽约会面后同意恢复一个秘密沟通渠道 让两国官员进行谈判 最终促成习拜会的举行 而在习拜会的准备过程中 拜登团队回顾了两国元首过去的交谈 尝试琢磨习近平的真正想法 而在中国方面 知情人士透露 习近平特别重视台湾问题 他在会晤前花了数小时来审查 关于台湾问题的谈话要点并且对此进行了修改 中美官员透露 原定会议只持续两个小时 但是最后用时三小时 消息人士还称 习近平在会晤中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进行了坚定的辩护 而当他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特别激动 还详细介绍了台湾的历史 试图向拜登传达 虽然北京希望台湾与中国大陆同意 但是希望不必通过武力来实现 一名美国官员称 尽管习近平没有明说 但是拜登和其他官员都普遍感受到 北京没有攻打台湾的迫切计划 因为北京似乎在寻求稳定和可预测性 拜登在会后也对记者说 我与习主席多次见面 我们在各方对彼此都很坦率 我不认为中国大陆有任何迫切的企图 要入侵台湾 另外原定于今天周三举行的中英领导人会晤 因为一枚落在波兰的导弹而被临时取消 英国新任首相苏纳克 原定于周三与习近平举行直接会谈 从而成为近五年来 第一位与中国领导人面对面会晤的英国首相 英国《卫报》主编发推文称 英国首相苏纳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双边会谈 今天下午被取消了 据说是因为今天上午要举行 有关波兰受导弹攻击的紧急会议 因此在时间安排上有压力 就在周二晚间 波兰靠近乌克兰边境地区受到一枚导弹袭击 导致两人丧身 该事件导致G20峰会期间 许多事先的安排不得不做出调整 七国集团国家举行了临时紧急会议 北约周三也召开紧急会议 而习苏会晤则被取消 法新社援引一份公开声明报道 苏纳克原计划在同习近平的会晤时 呼吁伦敦同北京之间建立开放和建设性的关系 他还希望习近平动用影响力 缓解国际紧张局势 而至于波兰遭遇导弹袭击事件 乌克兰方面一开始指责 俄罗斯是这起事件的主犯 但是俄罗斯国防部反驳称 俄军没有对乌克兰波兰边界附近 进行任何打击 在现场发现的碎片 与俄罗斯武器无关 波兰是北约成员国 周三稍后经过评估 波兰和北约一致表示 击中波兰的导弹可能是乌克兰防空系统发射的导弹 而非俄罗斯的袭击 是乌克兰为了抵御俄罗斯的袭击 而发射的防空导弹意外造成波兰的伤亡 这一解释也缓和了全球 对乌克兰战争可能越过边境的担忧 周三另外一个重量级的会晤 是美国财长耶伦 与中国央行行长易刚举行了首次会晤 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根据美方的声明 双方讨论了能源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波动 以及中美两国的经济前景 而中国人民银行则称 该对话广泛且具有建设性 但是没有提供任何细节 据知情人士透露 耶伦不希望美国和中国的竞争 升级为针锋相对的报复 因为耶伦认为冲突可能会代价高昂 比如说美国严重依赖 中国提供稀土等关键商品 耶伦一直呼吁美国公司将供应链 从中国转移到与美国关系更为亲密的国家 比如说印度 耶伦在本次G20之前刚刚拜访了印度 并称之为朋友 耶伦赞成要取消川普时代 对中国商品征收的一些关税 因为这会提高美国的消费者价格 但是拜登预计近期不会调整关税 而说到川普 是的 他又回来了 美国前总统川普宣布参与竞选下一届总统 周二晚间川普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度假屋 海湖庄园对支持者说 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光荣 今晚我宣布参选美国总统 川普的助手已经向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 提交了正式文件 以设立2024川普竞选委员会 川普曾经最忠心的副手 美国前副总统彭斯 则对此回应说 我们应该有更好的人选 本周早些时候 彭斯接受访问时 以鲁莽来形容国会山暴动当天 川普的行为 他称自己一直在努力避免 对川普再选总统口出恶言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